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再一步步收敛了 尽管希特勒依然热情不减地在大谈纳粹帝国的远景规划 但是他的老家却早已坐过安稳 听他喋喋不休地吹牛了 这个位于地中海前沿 直面惨痛现实的意大利独裁者莫索列尼 带着一票像开玩笑一样 存在着军队跟在希特勒屁股后面打天下 希特勒一点也看不起他们的战斗力 但是一个人单挑半个地球显然人力不足 这时候就必须连坑带骗 孔着莫索列尼要他娘的意大利炮灰 意大利炮灰不争气啊 除了在阵仗上冲冲门灭 实战水平如果没有德国带着石的扎道不行 当北非战场一度失利 盟军眼瞅着卷土重来的时候 莫索列尼几乎毫无办法 他不断劝说希特勒把苏联战场的力量 分一点挨地中海救火 但那最远手却吃了秤妥贴了心 要跟苏联人抗争到底 拍着他的肩膀胸有成竹 说北非是小场面 不用多紧张他 莫索列尼在了希特勒的岛 暂时忘却了家门口的危机 但是当他离开满口大化的希特勒 回到自己国内的时候 惨痛的现实又像潮水一般淹没了他 他没有希特勒的政治才能 更没有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感染力 所以在意大利的法西斯建设 搞得并不是很成功 国内经济一片凋敝 失业 饥饿 战乱让意大利人饱受苦难 对莫索列尼这个政权的信赖度也与日俱解 莫索列尼被希特勒打进体内的鸡血 却没有办法转移到他的人民身体里 他的统治正得摇摇欲坠 而国外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英美军队 也随时有可能攻占意大利的领土 没有德军的大力相处 他手下的意大利军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 德怀特带为艾森豪威尔 1890年10月14日到1969年3月28日 美国第34任总统1953年到1961年在任 郑志甲 军事江 春江水暖鸭先知 莫索列尼就是周星国热势力最早的那位鸭 感知到了他们春秋霸夜大结局的预告 1943年5月 盟军已经在北非取得了大规模胜利 并占领了突尼斯 到了7月 他们又在西西里岛登陆 意大利本土已在盟军的炮口之下 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 当然 危险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盟军没让莫索列尼等太久 就在他跟希特勒商量对策 听元首惯例师吹牛逼的时候 盟军的飞机在罗马 进行了第一次无情的轰炸 尽管濒临绝望的意大利独裁者 还能勉强坐在桌边听希特勒的唠叨 可他的国内却被这场轰炸 摧毁了最后一根神经 没有人愿意再陪着莫索列尼卖命的 包括他最重要的臂膀 他的女婿西亚诺在内的一干法西斯党徒 已经酝酿好了一个巨大的反叛计划 将他从独裁的神坛上轰下去 当莫索列尼心事重重 回到罗马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重使之地 所有人都在指控是他将意大利带到了如此进退为谷的境地上 曾经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 此时尴尬而又无主 只能听任他的法西斯党徒召开了会议 要求将最重要的军权还给国王 建立一个有民主议会的君主力限制国家 来取代莫索列尼的独裁政权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莫索列尼感到猝不及防 虽然他早已知道意大利内忧外患有多么棘手 但并没有想到自己忠实的追随者 莫会这么迅速而又团结地背叛他 然而 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莫索列尼本以为自己依然可以保留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但是这种以为终结在了7月25日 那天他被国王召到了宫里 这个在他看来连买事都不如的国王却勒领他辞职 一阵旋风般的剧情反转之后 莫索列尼被押上了一辆救护车 就这样戏剧一般 结束了他在意大利全力的顶峰赤大风云的日子 意大利人在赶莫索列尼下线的时候干得真的漂亮 没有人为他说一句话 也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似乎大家都已经遇见到了这位领袖的结局 如果莫索列尼的下线真的就这样悄然无息就真的太可悲了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他 远在德国的盟友希特勒 才得知消息 以后可着急坏了 鲁玛的政变不得不说是个冲击 法西斯阵营的失利不可能让德国人无动于衷 因而希特勒立刻决定要凭德国的力量救出被关押的 莫索列尼推翻意大利现在的政府重新扶植老友上岸 与此同时意大利方面已经在积极寻求与盟军的和解 这像他们的一项传统节目 总能在半路上弃暗投明 摇身一变到后来的战胜方归队 1943年9月 意大利与盟军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 虽然早知道会这样 希特勒还是气得大骂了一通意大利王室凑表脸 他一面把自己手下所有德国亲王的职务全部解除 一面加紧准备营救莫索列尼的计划 不少人都觉得莫索列尼已经是个废物了 可希特勒不这么认为 他依然有情有义的想方设法 就把莫索列尼弄出来 甚至以后还让他做意大利的偷偷 奥托斯科尔兹那九月初 德国人搞到了莫索列尼的确切位置 他被关在大萨索山顶上的一间小旅馆里 可以派飞机将莫索列尼带走 执行这次营救任务 我叫斯科尔兹内 我们可以叫他的简称SKR 由希特勒亲自指派去捞他哥们 SKR绑了一个意大利军官 直接带着飞机部队冲向了山顶的小旅馆 当德国飞机的机翼裹挟强大的气流盘旋到旅馆附近时 他正好看见了旅馆窗口 渴望自由的那位法西斯老汉 汉帮助德军大声劝告 负责守卫的意大利人不要开墙 这些守卫就真的没有过多阻止 事实上德国飞机来的时候 已经有一部分守卫表现出 那意大利军最可贵的品质 迅速临阵脱逃 研究的过程简单的让SKR都感到太SKR了 更别说反转剧一般 逃脱了的莫索里尼了 这家伙前两天还在认真猜测自己的一百种死法 如今就已经坐着德国的阅书机 离开了全是叛徒的意大利 当见到救命人人希特勒的时候 莫索里尼感激 都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熊宝 谢谢他还对自己不离不弃 但是 希特勒并不需要莫索里尼这种娘兮兮的感激 他是希望莫索里尼能因此重燃复仇之火 精神百倍的准备让法西斯意大利东山得起 可莫索里尼表现出的颓废疲惫 显然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了 就连处置那些背叛者 莫索里尼也提不起来什么兴趣 最让他感到怒火中烧 无法理解的是莫索里尼居然原谅了女婿奇亚诺 像背叛这么严重的事 不应该不论身份都将除以极刑吗 这种优柔寡断的宽容希特勒认为 是后患无穷的圣母心泛滥 也对老伙计更失望了 后来希特勒还是逼着莫索里尼把奇亚诺弄死了失望归失望 他的经历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希特勒为莫索里尼重新成立了一个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与意大利国王对峙 但是莫索里尼自己对这个傀儡政府并没有太上心 他也知道自己只不过就是希特勒的棋子 消极而聊倒地 去意大利北边 一个隐蔽的地方住着了 希特勒派人保护着他 因他的要求还想办法 送去了他最喜欢的情妇 这样莫索里尼就过上了退休 以后闲云解克的养老日子 在轴琴国风云变换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算是彻底下线了 下次我们再见到他 大概就是在意大利米兰广场上 暴施的时候了吧 上一期二战斯大林哥勒战役 让希特勒输掉了一切 跟下周自见 杨晶云实时史是唯一正经科班出身历史系蒙昧 可挫远可柔年 擅长卖蒙打混 文风多变 考试严谨 调戏之前请经过小编允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晶云